第32章 我说,谁? 司徒友情 天机不可泄了,总之,节哀顺便 我?怎么节哀啊? 这,你倒是告诉我 何况已经把天机都泄得差不多了吧 司徒友情摇了摇头,喝完最后一口汤 把子旁边偷吃我的鸡蛋的包子拎起来 丢在肩膀上,一流烟跑掉了 速度好快 我无语地看着司徒友情的背影瞬间不见 然后一点点转头看向吴敏君 吴敏君,你说 那个人 嗯,该不会 吴敏君神色超级淡定 放心,我没那么容易死 我理解的点了点头 也是,祸害一千年 可是我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我身边会死 然后会因他的死亡 而导致北昌国和东元国无法开战的人只有吴敏君一个 吴敏君说 他说那个人死了,你会哭肿眼睛 我死了,你会哭 然后继续分析 是吴庸还差不多 我,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现在对吴庸实在是 吴敏君笑了笑 那你,要为我哭肿眼睛 我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很不好意思 结结巴巴地说 当然啊,你,你是我的身子 吴敏君点头 嗯 那倒也是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道 放心 要我死,太难了 这一刻他的眼里 隐隐流露出其他的意味 仿佛陷入了一段回忆里 我甚至可以读到他的意思是说 我曾有最困难的时候 还不是照样活得很好 我心中一动也拍了拍他的肩膀 嗯,我相信你换回身体之前 好好活着吧 哼,你也忒小气 换回身体怎样 捉我马上死吗 我哈哈大笑 吴敏君也在笑 然后忽然伸手 拉着我往店外冲 店老板在身后崩溃大喊 没付钱啊 三万 吴敏君嚣张大喊 就是吃白王餐的 谁叫你自己还多送一碗 店老板迎风流出面条 宽的泪水 我回头看到了 忍不住笑出声来 笑声顺着风 往面馆那边吹 店老板大概快疯了 我和吴敏君跑了一段路 忽然看见前方有个小小的身影 肩膀上立着一只可爱的老鼠 正是司徒友情 他悠闲乱逛着 看见我和吴敏君吓了一跳 转身又想跑 这回我有了准备 二话不说 飞身上前拦住他的去路 司徒友情欲哭无泪看着我 我真的不能多说了 我安慰他 放心 我不是来问你这个的 我是想问你 假如有两个人 他们的身体调换了 那怎么换回来 吴敏君也马上上前来 听见我的询问 知道意思 认同的点了点头 司徒友情听了 略微放心道 哦 你说 是像你们这样吗 你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错啊 司徒友情想了想说 刚见到你们的时候吧 我无脸 那你不早说 你既然知道我们的事情 那应该也知道 怎么让我们换回来吧 司徒友情摇头 当初不说 是因为天际不可泄露 嗯 我知道 我大喜 什么 司徒友情道 很简单啊 只要你们行那夫妻之礼 就可以了 我一道 是吗 可是我们已经行过礼了呀 吴敏君道 不是指那个 是指洞房 原来是指洞房 我想起那次洞房 我和吴敏君之间 发生的种种事情 以及自己做的那个梦 真是尴尬的无以复加 于是立马摇头 不行不行 是一个办法 绝对不行 吴敏君也点头 我也认为不行 啊 司徒友情 有点苦恼的抓了抓头 然后伸手戳了戳 在一旁放空的包子 包子 你知道还有什么办法不 包子吱吱地叫着 司徒友情 包子也不知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无语 啊 包子 包子也不知道呀 那算了 司徒友情不好意思地说 下次吧 等下次我找到我师父 他一定知道的 我从来也没见过 司徒友情的师父 更觉得会把自己这么小的徒弟 到处丢的师父非常不牢靠 但见司徒友情 苹果般红热的小脸 只能点头 嗯 好 司徒友情冲我笑了笑 又带着包子慌悠悠离开了 吴敏君在我身后吃笑 哼 小神棍 我道 也不能这么说 他其实挺灵的 吴敏君淡淡的 我的意思是 我之前和那么多女子 咳 也没和别人换过身体 和你换身体 更没有做什么事 他明显看得出 我们不可能和对方 去这么说 这是路边 算命先生也会用的招数 我算是发现了 吴敏君对于这种神叨叨的事情 非常之不相信 哪怕司徒友情说 他会死 他都毫不在意 这也是内心强大的 另一种表现了吧 唉 算了 总之 先这么着吧 我叹了口气 吴敏君没再说什么 我心里怀着事 之后的路程 便总是兴致缺缺 吴敏君还挺高兴的 东看西看 还 还去挑了两只玉簪 插到头上去 吴敏君问我 好看吗 你疯了吗 很好玩吗 吴敏君心心的 看你这么丑 随便帮你打扮一下 谢谢你了 你快给我拿下来 我一想到是你自己头上戴着这两根簪子 我就怪不舒服 吴敏君撇了撇嘴 把簪子放回原处 我感觉有人一直在看着我 一或转头 一看 又是首饰店老板仇恨的眼神 他见我看他 轻轻咳了一声道 这位公子 你娘子戴着很好看的 为什么 我正打算解释 他有轻轻咳嗽的 我是做小本生意的 赚不了几个钱 我自己有病 家里还有老母和小孩 他越发咳得撕心裂肺 吴敏君看着觉得好笑 偷偷笑了两声 也跟着演戏 相公 他 要留着钱去买酒喝 哪来的钱给我买首饰 我还抓起一把簪子 偷偷插到吴敏君头上 全给你 全买给你 喜欢吗 吴敏君头上金簪银簪 无数 我问老板 多少钱 店老板笑得眼睛都眯起来了 也不咳嗽了 客官 您真是大手笔 等等啊 我来算一算 第32章下 他抬着算板 噼里啪啦的算了很久 然后抬头对我笑了笑 原本是三斤 三斤有一罐 那一罐就抹掉 您只要给三斤就行 三斤 真黑啊 三斤够普通人家吃了一年吧 我之前在宫里 一个月月前 也才一银啊 我丢出一罐钱 不好意思 这带了这么多 吴敏君笑着把头上簪子 一个个拿下来 然后还是挑了最开始的那两根 白玉簪子出来 算了 就买这两根了 我瞄了眼 玉是好玉 做工也细致 见店老板一副快 往我脸上喷鞋的表情赶紧同意 也不能店老板反应 抓了玉簪就说 行 行 店老板 好吧 我和吴敏君 此次出工 其实就只带了一罐钱 现在全部花在两根 没什么意义的玉簪上 我很是无语 吴敏君却笑嘻嘻地 把一根碎牙点的给我 这个男子戴起来更好看 你戴吧 然后把另一只 刻着梅花的簪子 自己随便一插 这个就给我戴 我真是莫名其妙 你在想什么 你没发现 你越来越像个真正的女人了吗 吴敏君撇我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在想 万一我真的搞屁了 好歹能让你毒私人呢